大家好,愛在灣區中文網台,我是台長沈哲漢 早前特朗普總統宣布他有意思去收買格寧蘭 這個丹麥國家已經表示完全沒有意思去出售格寧蘭島給美國 但最近洩漏了一份內部,美國內部的文件 這份的備忘錄 就是由美國政府的一些律師去撰寫出來 台長覺得挺恐怖的 原來爆出來就說美國是有意思去吞併格寧蘭 尤其是有考慮過,因為丹麥不肯出售賭給美國 另外一個策略就是可能直接吞併他回來 用軍事的方法 在這個備忘錄洩漏了出來 我還跟大家分享一下內容 因為我自己看到這個,我自己都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我覺得現在2019年 原來還有這些軍事的一些心態 是想吞併其他人的土地 Anyway,這個備忘錄就說了很多不同的好處 吞併了這個群蘭島 首要的好處就是這個群蘭島 就是有很多的資源 包括有這個水力發電 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島 然後就有很多的一些大自然的資源 包括這個白金 白金都可以在那裏掘出來 而且有很多的新鮮的海鮮 現在Greenland其實是出口 差不多九成的海鮮、捉回來的魚、蝦等 都是出口給其他地方的 而且Greenland因為它有很多的冰塊 在這個大的島上高 這些冰塊可以提供一些新鮮的水 一個很好的水的來源 因為現在地球開始有暖化的跡象 所以Greenland這些冰 將來很有可能變成一個很重要的 一些吃水、飲水的來源 除了這個大自然的資源之外 當然要說的是軍事的基地可以在那裏設立 因為在2014年蘇聯也吞併了一個海岸 作為一個軍事基地 所以看來美國也不想執書 在歐洲這一帶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軍事部署 所以Greenland是一個地點 相當適合作用途 在策略上的 而且它也提過Greenland可以發展旅遊事業 因為那裏的人可以滑雪 也可以帶來一些旅遊的收入 之後這個備忘錄 就提及美國法律 如果吞併了Greenland之後 是不是合乎美國法律呢 原來美國以前在19世紀 也吞併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1845年美國吞併了德州 Texas當時的德州 然後在1898年也吞併了Hawaii 從那裏那裏的原住人 拿了他們的土地 當然也有Glam Island 太平洋的島嶼 美國在19世紀的時候吞併了 很多這些地方 當地的居民都入稟法庭 曾經嘗試去告美國政府 說他們不能夠在他們當地 實行美國的法律 執行他們的美國法律 但最後打到美國的最高法庭 美國的法庭 都判了說美國政府是有權 可以在當地執行他們的美國法律 我自己認為這些案件沒有什麼特別的法律原則 可以說是一些現實的考慮因素 因為當你政府已經佔據這些地方的時候 其實都很困難的了 因為法庭是沒有辦法去判要求美國政府放棄土地的 所以根據美國法律 去吞併這些土地 也是完全合乎美國法律 最後就要講政治了 關於政治的層面 在這個備忘錄上高 他就調查了 在Greenland 小朋友由一年級開始 已經學習英文了 所以文化上 跟美國都很相似 而且有很多人都相信基督教 也跟美國一樣 這個民主的意念 在Greenland那裡走得通 因為現在Greenland是一個自治區 就是屬於丹麥的國家 但是它是一個自治的地方 Greenland自己本身沒有任何軍隊 都是要靠丹麥去提供這個智慧給他們 但是如果美國真的要用軍事的方法去吞併的話 基於美國現在的力量 根本就一點困難都沒有 但是你說道德的方面 道德的方面 你無緣無故吞了別人的地 你都要有的 你都要有個理據 根據這個備忘錄說 因為美國自己本身以前 也是搞獨立的 脫離歐洲 當時是大英帝國 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 所以這個是美國創國當時的理念 而這個理念 也可以放在Greenland上 協助Greenland 解放它 去脫離丹麥的說法 當然 我亦都聯想起香港現在的情況 是否真的有美國的勢力在背後 去宣傳這種思想 因為有些網友在Facebook上跟我說 沈台長 你知不知道美國歷史是這樣的 跟我說一些二百多年之前 好像Boston Tea Party 那些政治事件 首先我想說 歷史對我來說 我從來都沒有很特別的興趣 因為歷史通常 都是贏了那一邊的人 去撰寫出來的 所以絕對是one-sided 是單方面去描寫一件事件出來 這些事情對我來說 就沒有什麼中立性 可以作為參考 或者當作故事這樣看 那是沒有壞的 但如果你說是很認真 take it seriously 然後應用在2019年 我就覺得是脫離現實 脫離現實 我自己本身看到這個避忘錄 我自己覺得 這個memo 我自己覺得是很不安的 說真的 因為到了2019年 我簡直不可以相信 原來美國政府 都是這樣認真地考慮 去做這些imperialism 去吞併其他人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 這些並不是民主 民主只不過是一個政治上的口號 去容許這個美國做出這些行為 我是反對用軍事 我也是熱愛和平的人 也沒有必要 去200多年之前 說回美國如何獨立 因為地理環境和人 全部都不一樣 而且當時也沒有核子武器 現在我們到了2019年 也有核子武器 每一次運用軍事 都有一個風險 蘇聯會覺得有威脅 當這些大國家有威脅 很有可能會產生一些擦槍走火 這些事情 這些審台長是完全反對的 所以如果網友心裡 經常都想著 要香港獨立 好像美國獨立 我希望這些人 不要再迷網下去了 不要再看歷史書 然後自己洗自己的腦 去宣揚一些反和平的事情 即是宣揚戰爭 或者宣揚暴力 我希望這些人 不要再在互聯網上 以為自己很威脅 去再宣揚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是完全違反了人性 我自己覺得 你喜歡打仗 在一個核子武器的世紀 去搞米 我自己覺得是一種精神病 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精神病 我自己身處在美國 當然我是 怎樣說 我是有這個自由的言論 我都很感激 但如果美國政府 是想考慮做一些反人性的事情 我亦都很感恩 我可以有這個權利 發表我自己的反對 因為不僅是我一個人 我知道有很多的律師 都是看不過眼的 但是從法律的層面來說 美國以往的吞併行動 都是得到美國最高法庭的批准 所以法律的層面來說 你又不可以說它是違反美國法律 但是從人性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是完全錯的 完全100%錯 好了 今晚講到這裡了 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